我二哥是跟我一个村的 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 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 我跟我二哥在他家院子里玩 当时我们找到一瓶蜂油精 感觉蜂油精抹在手上特别的两块 就把手涂在到处都是 这时候突然一只鸟就掉在了我们的院子里 我二哥赶紧过去捡起来看了一下说 这只鸟肯定是太热中暑了 我们喂点蜂油精给它 说干就干我们两把鸟的嘴巴掰开 而我二哥负责低蜂油精 但是瓶口设计的不好总是低偏 于是我极致的二哥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进屋拿了一个小尖嘴的塑料瓶出来 我们把瓶里的水倒了 然后把蜂油精装进瓶里 这下效果杠杠的 每滴都能滴进鸟的嘴里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每滴一滴鸟都在抽出 可能实在是太舒服了吧 结果一会我二叔从屋里出来 看见我们拿着塑料瓶在玩 就把我俩骂了一顿 说我俩有毛病没事玩开塞路 还要我们赶紧还回来 我二叔的话向来不容置疑 于是二哥只好双手奉上 然后目送二叔带着风油精走向了厕所 过了一会儿厕所就传来一声怒哄 听那个怒哄声都能感觉有多凉快了 接着我二叔满头大汗面不扭曲的从厕所走了出来 其中一只手排五折臀部 我二哥察觉到大事不